現在學校這個呢 他就把這個公開 把這個公開出來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 表示更多 其實這個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就是我預設的時候 要用月還是週 甚至是兩週都可以 你看喔 如果是週 有時候比較多的時候 看的就比較清楚 上面這個就整天的 下面就是有分時段的 有分時段的 其實我平常在用比較少用週 我通常會用兩週 不然就是月的 這樣我看的比較多 好我們來試看看 老師呢 如果您在這個協作平台裡面 剛剛我們已經有 這裡 有一個增加了對不對 那您可以從上面 就是你回到前面這邊來 或者你回到你的信箱都可以 你找到這個日曆 上面這個日曆 找到之後你把它點下去 預設你只有一個 一個行字曆 所以你看他有分一天 一週一個月四天有沒有 其實都好 假設我先用一個月的 你看左手邊這裡 預設呢 各位應該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就是你自己名字的 自己名字的 如果你覺得 你不希望跟你私人的混在一起 就像我一樣 現在增加一個叉叉般的 好拿一個功課表這樣子 這樣就把它分開 不會跟你私人的 弄在一起 你看喔 我們從這邊 有沒有建立新的日曆 這樣就可以建立 建立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日曆呢 在這裡 把它設成共用 好你看我把它設共用 那這個設定 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囉 如果你希望大家能夠看到內容的 請你把它除了共用以外 還要公開這個 這個也要勾起來 勾起來的話 它就可以像我們剛剛學校一樣 就可以完整看到那個內容 如果沒有勾 就是只有忙碌 好 就只有忙碌 那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設定好之後呢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 在協作平台的這個頁面裡面 怎麼樣從這邊把它加進來 好不好 請各位老師呢 你先到這個 你的日曆裡面 先建立一個自己的 好你要用你原本的也可以啦 我也不反對 也不反對 就看老師覺得說不OK 那我換給你 那麼老師這個設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這邊喔 你看我把它插入齁 從插入這邊有一個叫日曆 好有沒有 你有設共用的才看得到喔 好 打個勾 確定是這個 這樣就進來 但是他要問你一件事情 你的寬跟高是多少 寬跟高是多少 寬跟高是多少 那如果呢 你不知道到底寬多少 你就先暫時用它內定的 好如果不夠 我們再來改 你看檢視的方式 你可以檢視月或週 對不對 逆或週 事實上那個代辦事項也很好用 真的 只是平常老師比較少用到而已 你看我有很多代辦事項 這就代辦事項 但是不要看太多啦 先瞄一下就好了啦 因為那個 好 那這個呢 你要不要顯示這個 它可以自己切換的 隨便你 好 這邊 好我先儲存好了 你先看一下它進來長這樣對不對 好 我們就 儲存 記得按儲存喔 表示這個頁面更新確認了 這樣你才可以看到它的結果 有沒有進來的 對不對 好那 因為現在沒有那個 所以就只能看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兩個標題 如果你不希望這個出來的話 可以去編輯一下 因為通常我們上面就有寫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看我去編輯它一下 點到它 點到它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內容 看到的 好 這個就是 顯示 日曆的名稱 也不要標題 這樣就不會一直重複出來 好 記得弄完要儲存一下 好了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了 好 這樣就比較OK了 所以其實呢 如果老師在這個功課表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去用 當然 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如果老師比較習慣 我覺得還是比較習慣用Word 或Excel 把你的那功課表打好 請問可不可以放進來 答案當然是Yes 好像一首歌喔 很新 開玩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 用的是另外一個 你看這裡喔 我們不是有一個叫 雲端硬碟嗎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進來 好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我在這邊有一個文件 我先進到雲端硬碟喔 好 我就傳一個檔案上去 從這邊 從這邊傳上去一個檔案 你如果使用的是那個 Google 瀏覽器 或者像我們現在用火鍋 會多這個選項 A1只有這個 所以如果老師你要傳比較多檔案 甚至包含資料夾 這樣就可以直接丟上來 就比較方便對不對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傳 好那A1就是 盡量不要用它啦 哈哈哈哈 好 嗯 我們找到呢 你可以找看看喔 像我在這邊喔 看一下 好這裡有個課程規劃的 我放進來了 比如說這個收客大綱 假設這個我就把它直接傳上去 好它傳上來了 但是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傳上來是屬於私人的文件對不對 那協作平台是公開的嘛 所以當然不能直接看到啊 所以你要來這邊有沒有 共用 好 你要有設共用才行 那你看預設這裡 是不是私人的 所以你要變更一下喔 別人可以看不見得可以改 好那你可以決定 好比如說我想要怎麼樣 知道連結的就好了 還是你要限定我們學校裡面才能夠看的 也就是有登錄那個Gmail的有沒有 你有登錄過之後 他才看得到 你可以在這邊自己去決定喔 好 我就先從這裡 先這個好了 知道連結就好了 OK 完成 這樣我這個檔案 設定完了 那麼我現在回到我們這邊喔 功課表 我先把它拿掉喔 這個 我剛剛的Google的形式裡 我就把它拿掉囉 等到它XX OK 你來看這裡 插入 有沒有一個叫Google文件 實際上如果您是那個Excel的 它就要做什麼 圖表 甚至簡報也可以啊有沒有 所以其實看老師的格式喔 那我這個是文件 所以我就點到它之後 沒有文件 還沒看到嗎 這裡有一個簡報 文件 還沒傳上來 這個是老師那邊有公用的喔 有沒有你可以發現這邊就很多對不對 文件還沒上來 等一下我再看 我先用簡報好了 好不好 我就看你是哪一個 我勾起來按全取 一樣要不要包含標題隨便 好 那你的大小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中一點大一點 這樣簡報就進來了 記得還是要存檔一下喔 所以如果老師您覺得說 我不想要在網頁上就是直接 再放一個版本 你要統一版本 我們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去改 這不是我放的 這不知道誰放的 它會像這樣子 好會像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裡面來 這樣老師應該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吧 好 OK齁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的這個 主要的編輯功能就像這樣 那麼上面這邊呢 因為我們在 這個文件裡面 有時候是會有一些 屬於檔案連結的 教學資源 對不對 你有幾種方法 一種就是 直接在文章裡面做超連結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呢 比較重要的 老師可以像這樣加到這上面來 比較重要是你覺得 我單獨一個我就連過去的 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喔 在這上面 我們來編輯這個版面配置 剛剛我們只用過左手邊嘛 還有這個內容對不對 你點到這個中間 假設我要編輯這個 點到它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裡面有幾個 只有這幾個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已經有頁面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就直接透過網址進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有頁面存在的 比如說你剛剛已經做好一個啦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我要把 剛剛的形式定式test 我就點到它 它就可以加進來 好都可以加進來 那第二個呢 你是透過網址的方式 你就顯示什麼文字 直接把網址打進去 甚至與我聯絡 你就把你的mail 打到裡面放進去就好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順序的部分就是 透過這個上下左右 如果老師覺得 哇 用的比較兇一點 什麼叫用的比較兇 就是 這邊已經不夠用了 已經很滿了 怎麼辦 有沒有用過那個彈出式選單 有些網頁不是有滑過去 跳出來嗎 這邊也可以這樣用喔 你看喔 點到 有沒有發現它的方向是 往內跟往外的 就是這樣喔 所以如果說 比如說像老師 假設是那個什麼 教學資源 你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我增加一個 這個對不對 我就把它放到 這個我放到那裡面去好了 我把它往上一點 好這個呢 我往內縮 有沒有發現鎖進來 好 我按確定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 關閉 有沒有變成兩個 這樣老師了解這個意思了齁 那這個當然就不見得要超連結 你知道有名稱就好 有名稱然後滑過去就第二層第三層 所以這個部分 老師用過看過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說 好像是比我們一般用部落格來的 再有更有彈性一點 更有彈性一點 這個是給老師參考一下的 那麼 首頁的部分呢 我們還有一個沒有講的就是那個公布欄 因為這個公布欄 是會有比較多新聞的內容 對不對 新聞的內容 所以呢 這個類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公告 也就是說你進到這頁裡面之後 他好像下面還有第二頁第三頁第四頁 每一則新聞都會在上面 所以你看這個 這一頁 我在這個 班級公布欄這一頁 有沒有發現這一頁裡面 同時會有第一篇文章 兩篇文章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會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有另外一個新聞 就可以再增加進來 他當然就跟部落格比較像 新的會擺在上面 新的會擺在上面 會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老師有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協作平台的部分 我想 有些部分我沒有講太多 但是您可以參考看看 好就是稍微用看看 那有問題的話呢 您可以再透過我的這個 沒有您的第一頁 都有我的聯絡電話跟E-mail 部落格也可以 因為我們只有提供售後服務的 現在老師很累嗎 不會啊 其實因為有時候 你有想到的問題 我沒有想到啊 這樣我就會成長 所以麻煩各位老師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試看看 那有問題我們再來交流一下